说到救灾行动 雪狼娥州大臣拿都斯里阿米鲁丁 和国家安全理事会雪州主席丹斯里诺奥马 尬上阿米鲁丁昨天暗指诺奥马救灾不利 接着更表示已经接获首相署的通报 取代诺奥马成为新任的雪州国安会主席 后者随即反击 表明自己并没有被取代 反而是阿米鲁丁对政府行政一无所知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在灾情汇报会后表示 由于雪州是由西蒙执政 自己并不是国安会雪州主席 因此无法在18号大水灾当天 马上调动军警投入救灾 但是如今他已经接获中央国安会的通知 取代诺奥马成为国安会新一任的雪州主席 也是企业发展与合作社部部长的诺奥马 不满阿米鲁丁指责自己救灾不利 今天特别召开记者会澄清 他依然执掌雪州国安会 只不过他掌管的是国家安全事务 而不是救灾 至于阿米鲁丁则是取代雪州秘书 负责管理雪州境内发生的灾难和传染病事物 诺奥马强调 两项植物听起来雷同 但其实植物功能完全不一样 检查栀 Dabei 罗奥玛表示不曾逃避责任 在雪州爆发水灾之后 他已经及时指示 消防和拯救局总监 以及乌统各个区部协助救灾 他也深入灾区巡视临时疏散中心 派发粮食和必要物资给灾民 这名雪州乌统主席重申 只有雪州政府有权力指示军警证灾 但是阿美鲁丁却耍政治手段 推卸责任 而且在紧要关头 无法妥善运送救援物资 和安排临时疏散中心 以致雪州灾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